你包括蒸容的料 他上学是什么样的呀 他啊 他属于这种特别会撒娇的 比如说混块巧克力嘞 就一个火锅嘞 他真的就是用尽一切方法 不大目的不罢休 我们有一次煮火锅 因为那个时候很穷嘛 每个人那个小锅都定量买菜 就酒精的那个灯 就在那架的一个小火锅 他就一直在我们宿舍等 我们那个菜还没回来 他一直等 结果我们那时候没有电话通知 就一直在门口啊 菜还没回来 菜啊肉我全等好了以后 我们都没到齐 他开始吃了 但是我整个一个大学 从来没有看他请过课 但是没小吃 他真的不会撒娇 这个都是吃起来的 就是我在从小的这种生活当中 尤其在大学 还有就小时候也是这样 就很多人他们都很宝贝我 就是男生女生都是 就是我也既然说金银 我说好饿 我老饿你知道吗 因为我可能个太高了 是要热恋的 就是我会撒娇 就是这一点是 然后黄老师说 为什么逃课 你先别嘴 点累 先转着 就转着 下次不需要 然后一转脸 嘻嘻 然后就这种 然后就是海青我们也很好啊 那时候海青 我也说过 他我们那时候钱在一起用 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 还有曾贵 放一块 然后永远 我就先把大家钱都花掉 然后我的心里在里面 那就是那时候 大家给的生活费 就是那些嘛 但是他们都很宠我 就会 反正我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们就散了 然后后来到 那后半个月怎么办呢 就大家就不吃减肥 假装减肥 但就是我们这种情感 就这么很扎实 昨天老黄 就我一叫他老黄嘛 那些海青嘛 我说宝贝想你了 我说我也想你了 你在哪 我说我在拍电影 他说我也在拍戏 天冷啊 注意 我说 上个月就是拍戏 没注意 这么一个小台阶蛇了 脚蛇了 真的是蛇了 两个月 这好了吗 现在刚好 然后就这个脚 脚蛇了 对 就这脚味 干什么玩意 我整个演员情 就为所有整个都是 做轮椅在演的戏 然后石膏就打了 我大学舍了的时候 你们都体验不到 也不给我送饭 就这样的舞台 我们那时候在汇报 就同样在汇报 没有穿过高跟鞋 也不知道会有坑啊 演脸的 咔一声巨响 就骨头 然后就爬着演完 然后底下说 能不能站起来啊 我一想根本就站不起来 没有想到会是 我们住八楼 每天男生 哎呀 真的就丑的话 我那时候也胖 哎呀 你去吧 哎呀 你背他吧 我帮你打水 你忘了 关键是 几个月喝一次 就能活吗 我也帮你打水 但那时候 我们班男生 真的挺仗义的 大朋友 激动啊 背着我 哎呀 那个胖胖的 哎呀 拎上去 最后说 能不能吃方便便 别吃饭了 就省得上下楼嘛 那养了很久 天哪 哎呀 可难受了 那你这个 你这个好了吗 好了 就现在可以 穿高跟鞋了 之前都不行 金晶呢 她是一个内心 有追求的人 她不是说 我什么都可以妥协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很好 你就这样 你就过你的生活 一定会有一个人 真正的理解你 了解你 是不是啊 是的 你们做同学的 赶紧给人介绍介绍啊 对我们也着急啊 但是她眼光太高了 嘴鱼而安吧 来就来 不来也不急 对 就是还没有碰到 她适合的人嘛 是不是 对 你有我们呢 对吧 也不孤单 所以其实生活中 其他有爱人以外 还有朋友 也很重要 对 对 人一生中 事业很重要 朋友也很重要 但是就因为 我们后来毕业之后 大家有自己的生活 又拍戏的工作 又有家庭 所以就是 互相之间的 不像小时候 天天都可以腻在一起 但我觉得 我今天看到 你她还是没有变 但是还是成熟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都等到 这个时候了 咱就耐心等待 你爸老师还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啊 魅力太大的 全剩下了 来吧 咱喝到银 喝到银 太好了 你看谁来了 迎来大来宾 黄克祥 有请大来宾 一首酒妹 曾经让她 红遍大江南北 酒妹 酒妹 可爱的妹妹 可爱的妹妹 酒妹 酒妹 心中的酒妹 今日首次做客 你看谁来了 她将带来怎样 非同凡响的歌声 三扇大门 即将逐一开启 是谁的到来 让她惊喜不已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小姐小弟 那个时候都单身是吧 对对 你也交个女朋友啊 她追她人多了 又是谁的出现 让她难以置信 我是非常愿意让她来 但是我觉得她会来不了 我看到她 我就觉得就是 羡慕嫉妒恨 又是谁 带来了 陈锋已久的感动 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要不在这儿 我也就道别的 她这个举动 我就感觉她特讲义气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下期 你干谁来了